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萧然 继续关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天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将前往中国武汉的旅行警告 提高到了最高级别的三级 提醒公众尽量避免去疫区旅行 CDC还提醒那些前往中国其他地区的人 也要保持警觉 避免与病人 动物 动物市场或喂煮熟的肉类接触 为了避免疫情的蔓延 昨天美国弗吉尼亚州一所中学谨慎起见 及时取消了21名中国交换生到该校访问的日程 据悉 这些学生来自湖北的宜昌市 与爆发疫情的武汉同属于一个省 由于学生访问团已经抵达美国 未来的行程和活动受到关注 今天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美国的一些医学研究机构 包括德州大学 纽约血液中心 已经开始与中国的复旦大学合作 共同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 美方预计几个月后可以进行第一阶段临床的实验 可能一年后才会有疫苗进入市场 今天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宣布消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在与两家制药公司合作 开发针对武汉冠状病毒的疫苗 我看到有网友针对这一消息做出评论说 疫情爆发后 第一个仅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是朝鲜 而宣布将与中国合作研发快速检测肺炎技术的是美国 中国 你不能再一错再错了 不能再恩将仇报 的确 此前在中美贸易协议迟迟迟没有定论 而美国国会先后通过香港和新疆人权法案之时 中共鼓动喉舌造势在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浪潮 大有同仇敌忾 怒打美帝野心狼的架势 然而在肺炎疫情面前 中共也意识到要向国际班救兵的重要性 不过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与中共合作最最令人担忧的是消息的不透明 CNN今天报道说 CDC的医学顾问们透露 他们担心中共卫生官员仍然没有发布有关 武汉冠状病毒爆发的基本流行病学数据 这使得遏制疾病的爆发更加的困难 而与此同时 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共 如当年SARS爆发式一样隐瞒疫情 以掩盖其无能 这名叫科顿的国会议员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担忧 他说 数周以来 中共对冠状病毒表现出的态度 并不令人感到陌生 他们最初说的冠状病毒只是从动物身上传播给人类 而在武汉市海鲜市场上传播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我们的第一个确诊美国的病例 是在最近几天才发生的 并且病毒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科顿呼吁北京当局必须要透明 以防止病毒大流行 身在海外新系同胞 为了能够尽上一点力 现在美国华人圈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我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捐赠口罩 寄到武汉一期去 在日本有商家主动下调口罩的价格 还附上中国加油的字样 然而此时在武汉 由于封城令 商家趁机涨价 网友拍摄的照片显示 超市里的大白菜价格飙涨 一颗就卖到了70多块钱 这两天海外媒体和一些网友 都在疯传中国人吃蝙蝠的照片和视频 并纷纷的谴责 起因是传染病专家钟南山 接受央视专访时推断 武汉肺炎的病源可能来自野生动物 而中国的学术期刊《生命科学》 此时更直接指出 新型冠状病毒与2013年的SARS病毒 基因序列相似达到70% 因此推断病毒可能同样来自蝙蝠 随即大陆网站开始疯狂地 传播大量进食蝙蝠大餐的照片和视频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 同样的报告也出现在了 医学病毒学杂志上 但是报告自己也不能够自圆其说 报告出自以北大专家为首的团队 他们首次为新病毒做基因排序分析 发现它是两种冠状病毒组合而成 其中一种来自蝙蝠 然后进一步以病毒蛋白分析 得出另一个结论是蛇 而且蛇是较后期的宿主 因此推断有可能是蛇在攻击蝙蝠时感染病毒 再将病毒传染给了人 不过报告指出的新病毒和过去的两次很不同 就是蝙蝠是温血动物 而蛇是冷血动物 新型冠状病毒为何能同时适应到温血和冷血宿主 这点仍然是个谜 有评论人士立即指出 在网上疯传民众吃蝙蝠触发人类感染新型病毒 此举是中共故意引导舆论风向 目的是转移对其掩盖疫情真相和打压所谓造谣者的指责 海外时事问答网站品从网上 今天有网友求证说 此次事故或许是武汉中科院病毒生物实验室泄露出去的 川普支持者华裔密西根世界小姐朱宣奇 今天在其推特网站上也说 中共政府试图掩盖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病毒爆发前的几个月 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生物实验室就已经开放 连遗憾的是他们被中共政府的话迷惑了 他们责怪无辜的中国人民而不是自己 当然这些都属于阴谋论的猜测 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可以佐证 而在中共治下 任何疫情最终都会在党的领导下被消灭 只是中国人民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交代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了